哈囉大家好 我是鮭魚 歡迎收看 鮭魚來開箱之 導演 今天到底要幹嘛 今天要用台南的大眾交通工具完成任務 請第一關關注 停管處王先生幫你解釋 嗨 鮭魚早 早安 早安 我是阿賢 今天鮭魚現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我們全台南唯一一個 智慧型的路邊停車格 那你只要停在這邊 就可以用電子飄鎮在現場繳費 對 所以你就不用爬到超商 或是我們停遠處去減費 現在還有這麼方便的設計喔 對 就是全台南唯一一個地方 那賢哥你今天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 我到底要執行什麼任務嗎 首先第一個任務就是要請鮭魚 搭著我們台南的公車到赤坎樓 賢哥 那我要去哪裡搭公車啊 你可以使用我們大台南公車APP 好 謝謝賢哥 那我走了 OK 掰掰 看一下要怎麼操作這個APP 從地圖選擇赤坎樓 找到了 從南沿航到赤坎樓要40分鐘 好 我剛剛搜尋一下附近的站牌 在500公尺處呢 有一個5號公車的站牌 讓我看一下現在的時間呢 11分鐘它要到了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要趕一下路程 我們終於到赤坎樓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進行第二個任務 現在就要來體驗看看 騎著腳踏車來趟古蹟之旅喔 這麼多台T-Bike我要租哪一台比較好啊 找車先易遊Smart家的車 Smart家 好 我找找看齁 找到了 找到了 下這裡 Smart家 我找到你了 現在要來租車了 選擇車位 選擇車位 20 21號 OK 可以了 90秒內要取車 我剛剛有做了一下功課 這個啊 所謂的Smart家系統呢 有別於一般的T-Bike 就是它多了三項服務 就是可以 有那個健康管理 然後智慧還車 跟緊急通報系統 沒錯 就是這三項 智慧搜車了 所以呢 只要下載這個APP之後呢 就可以搶先體會到這三項功能囉 而且是全台首創的第一套系統 好啦 那我講解完畢 我們要出發囉 GO 等一下 怎麼辦 喂 等一下喔 再次 我現在上路之前要全部清場 然後你們小心被我撞到 好 走囉 出發 今天天氣好晴朗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為什麼轉眼圖 Smart家有一個功能 就是它可以智慧尋車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找找看 哇 地圖出來了 好 我知道怎麼走了 我們是不是時間不多了 快快快 在這裡 我得到你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啟發下一個點咯 耶 終於要還車了 我想我今天的任務應該就到這邊結束了 經過一番舟車勞頓之後 我終於要回來取車了 這個要怎麼繳費啊 我們請最後一位來賓來協助你 好啊 市長 市長好 我們又見面了 你好 高興又見到你 市長你好 請問可以教我一下這個要怎麼操作嗎 我們可以用市民卡來搭乘交通藝術工具 包括公車 火車也可以來付停車費 按一下這個按鈕 就會有繳費的金額出現 那我們可以刷我們的市民卡來付費 哇 好方便喔 謝謝市長 你今天闖關還順利嗎 很順利 但是真的有一點累 我今天搭乘了台南的公車 還有腳踏車去了好多的景點喔 各位觀眾 如果跟我一樣沒有交通工具的人 也不用擔心 趕快找你們親朋好友 一起來通台南輕旅行 市長 那我們一起跟鏡頭說再見好嗎 好啊 歡迎大家來台南輕旅行 一定要來喔 拜拜 拜拜